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莫 那今天主題就是總法門到來Pouse 一個在地音樂工作者的歷史稿長 我剛剛站著講好了 這是我的簡介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發現坐著那個膀胱牙刀 剛剛就很想尿尿 所以我還是站著講 而且站也比較好那個 因為今天這個很甜感冒 所以喝比較多水 那我自己主要就是在音樂這一塊大概差不多 應該是大概20幾年的工作的歷史 那我主要之前就是辦音樂系 那我也有Live House Live House的部分就是 Tata跟福縣兩個Live House 那其實我比較 應該跟今天比較有關係的一個主題 應該是在於 我比較早期的經歷到現在 因為我比較早期的時候是 我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其實在Pub主唱 那那個時候就是 老師他們都會叫我去 叫我去代班 那有些時候 可能是每天都唱一樣的歌 覺得自己很煩 所以就叫我們去代班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接觸了這個Pub文化 這樣子 那等一下一些訊息 也是那個時候 就是 我那個時候的那個所謂的 師傅他們 就是給我的一些 口述的一個簡單的Pub的歷史 這樣子 那早期我就是先 先從Pub開始 那後來我就經營搖滾站 那後來就開始辦活動 那一直到現在就是 主要就是音樂機跟Live House 這樣 那今天還有一些 大型的專長 那這後面都會聊到 那今天要聊的就是說 我們從Pub這個東西 再到整個台中 他整個演進 那 其實我覺得 哲舞對於我來講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應該是 第一次的哲舞台中吧 應該就是 那一次是林昌佐 跟那個 就是想想的老闆 阿一騎 你知道林昌佐是誰喔 他說不能叫到Preddy 我只能叫林昌佐 不然他怕選不到 所以 我就當那個主持人 所以第一屆我是在 所以我跟哲舞的原因 其實還蠻 就是還蠻高的 後來哲舞因為很紅 所以要排兩年後 才可以再過來 沒有啦 開玩笑 那就是 剛好那一次的主獎 就是 林昌佐跟想想老闆 所以其實 但是不是在這裡喔 所以我覺得 這算是應該蠻 蠻特別的一個緣分這樣子 那 我的經歷 其實早期的經歷 我也是從 師父的一些口述歷史 跟我自己的觀察 那我覺得 哲舞的觀念 是我今天 我這樣跟你們講 但是你們其實 自己也可以去查資料 不一定我講的正確的 說不定我後來你的 對 所以你也可以去去年證 我覺得是比較有印象 哲舞的一個精神 我是這麼覺得 那 好 那我就 因為我覺得 哲舞應該是 比較多的時間是問你答 所以我會把我的內容 比較 因為我還是先用多一點時間 是跟大家去做一些活動 因為我才知道你們想要知道什麼 所以我就會 我可能就是會先 大概的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知道的整個過程 那其實大家知道 哲舞這個東西 不是東方人的音樂嘛 對不對 他是從西方來 這是確定的 那 大家有沒有想過 他是怎麼樣來到台灣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也是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 我們忽然有一天 因為以前你沒有網路嘛 所以 你也不可能每天在那裡 Google 又在那裡 可能像你們剛出生 已經 應該你們的年紀應該是 有一種事 就是網路的事件 所以可能 我以前可能 才在想說 你們會不會 會不會 這個事件的人 應該可能不知道 有CD這個東西 但是我後來發現 還是真的有人 不知道有CD這個東西 因為他一下子 已經是數位化的時代 所以 所以我才希望說 透過一些活動 會有機會可以跟 年輕一點的 朋友 做一些交流 說不定我的想法 也會因為你們改變 那那個時候我就會去想說 奇怪 為什麼 因為我在派伯祝禪 為什麼就覺得說 為什麼派伯祂是這個形式 就是我都在唱西洋歌 我知道 搖滾是從西洋過來 但是 他是怎麼過來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有一次很好奇 我就去跟師父 跟他們去聊天 結果他們就跟我講 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那後來 我也去網路上去找一些資料 其實 他理念上是符合的 就是 就是 最早期的時候 是六七零年代的時候 六七零年代的時候 大家知道那個五零年代末期 有一個 越戰 就越戰的時候 台灣其實佔了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軍事 那個 軍事基地的一個地位 可能很多人會不知道 因為我們 沒有建立過那個時候 我也沒有 我那個時候 欸 好像剛出生 對 那 所以我也對那個東西 是很模糊的 我是台中清水人 剛剛有一個 先生好像是在我們清水那邊有幫忙 清水高中 對 我是清水高中的 對 你也是清水高中 失敬失敬 就是 我也是跟他說的那個吳大哥 因為吳大哥也是我老師 那 我去從事一個台中的地方工作 以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時候 在清 其實我們都覺得那也是清水 但是其實那也是灑鹿 就是所有的清泉高 那個時候 那時候佔了一個很大的 重要的軍事 就在越戰的時候 因為後來我們有做一個 就是戴油庫的保存運動 那個時候那個油庫就是 專門要提供給美軍的飛機使用的 對 那 大家可能很難想 其實那個時候來了很多美軍 很多就是美國大兵 那你要了解啊 今天 你今天來這個國家 對不對 一個陌生的國家 你是沒有消遣的 對不對 你是完全沒有 就是不同文化嘛 所以你很難說 我今天我到這個國家 我到這個國家 我會去 就是說 應該很難啊 很難說 我莫名其妙去看布袋西 應該我覺得這個太難了 因為你也聽不懂 對不對 所以 就是有一個供需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在自己的 公軍清潔鋼基地裡面 他們自己就有一個 所謂的這種 live band的一個表演 那live band的一個表演 那live band的表演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部分 他的時代意義 他是為了解鄉愁 就是說你今天 就所謂 我們後來就是叫 就是等於是落軍啊 落軍的意思 那就是說你要解鄉愁 就是我今天 所以早期的 早期這個形式 在這裡 在六七年代大概就很快 就形成了一個 我們所謂的 去pop 去pop這個東西 要聽什麼 因為 他最早就是因為 我有一大群的 美國的阿兵哥 那我剛剛講 東區的問題 我晚上沒出去啊 他們也是有放假嘛 那放假 你不可能搭飛機回 美國 不可能啊 所以就是 你還是就是在 這個地方去生活 所以那個時候 越南的他們就是會有一些 消遣活動 就是會有一些消遣活動 所以他們最早是從他們自己的基地開始 那 最早的基地開始的時候 那 他那個時候就會變成說 他會有很多 就是 那個時候就會 有一些 你不知道 就是 蘇瑞嗎 黃茵茵 不知道 蘇瑞黃茵茵其實就是在這裡出場過 對 但是早期的時候 你要了解就是說 你來不可能是聽你國家的歌曲 因為 我需要的是 他大部分的意思 我需要的是 解鄉愁這個東西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變成說 他們 他們希望是聽到自己國家的歌曲 所以那個時候 大部分就開始從 翻唱喜好音樂開始 對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阿兵 就覺得說 我有消遣 那我的 就是 我有想要我 可以給一個東西 所以他是先從 基地裡面 開始 然後 然後慢慢的 變成 周邊的一些文化 我剛剛有一個 就是 經歷就是 我有受邀去參加那個 沖繩 官方的音樂記 的一個 總監的交流會 其實我到沖繩 就發現 不是沖繩 因為他們有 聽證我 要講流球 對 不能講他們 送神 結果我到流球那邊 就是變成 他們跟我們一樣 他們那個時候也是軍事基地 所以他們很有趣 他那個音樂記的 他是 整個早期的 也是美軍基地 但是他們的爸都在 但台灣的都不見了 清潔剛剛現在旁邊沒東西啊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是 那些爸都在 那些他們有帶我去參觀 就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師傅跟我講 我方面的歷史背景和音響 他是合理的 就是說 他一樣全部都是唱西洋的翻唱歌曲 大家知道 就是其實 邏輯上你們的印象中 應該 流球啊 日本這些應該 也是算 那個House應該都是唱 創作嘛 對不對 但是在那一塊其實不是喔 他們其實很多 都是唱翻唱 但是他的失敗背景 其實跟我們很像 只是台灣 所以後來他旁邊 會有些爸 就開始也延伸這些東西 那後來 他就越開越多 但是當 後來就是說 六七年代慢慢的越戰 最後是 慘敗收場 那美軍撤走了 但是美軍撤走的時候 其實這個文化就 流下來了 因為經過 一開始我們是沒有接受這個東西 但慢慢的 畢竟那是幾十年的 一個醞釀 所以開始慢慢的 當然還有我講的 因為我開始有很多爸 所以後來我 這部分我是聽我師父講的 但我覺得很有道理 因為爸越開越多的時候 就是他的需求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發現 這個東西是個商機 所以就開始開了很多爸 那開了很多爸的時候 不可能黃茵茵每天 每一間都燦涵 對啊 有可能他同時開 但是你不可能這樣做 所以在七零年代到八零年代的時候 整個 整個就在 就變成了 整個是 中台灣最盛行的 life band 的一個 pop文化 就這樣慢慢的誕生 但是這個 這個東西 中間有一個過程很有趣的是 我師父跟我講說 其實後來因為供需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 那個美國大軍他們 就是有一些是老外開的 那他們就突發奇想 他們其實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人會唱英文歌 那個年代 不可能 那我剛剛講 我需要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就 找了很多菲律賓人 菲律賓籍的人 來這邊做駐唱 因為菲律賓它比我們還早 他們很早 他們在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已經是 美軍的一個基地了 所以他們 大家知道嗎 我們那個時候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 我們那個時候是被打的地方這樣子 哲伍的人應該會知道 所以美軍基地不是在台灣嘛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在菲律賓那些地方 所以菲律賓也是這個文化的影響 所以它很早 就有這個文化 所以菲律賓的英文很多都很好 所以 菲律賓每個都很厲害 所以他就來台灣 去打這個工 我只聽我老師講 後來 我們所謂的樂師 他們就發現說 哇靠這個 還蠻好賺的 因為 阿兵哥 錢就是花掉 因為他也不知道有沒有明天 這是真的 那個年代可能我們很難想像 但是說真的 他不知道他有沒有辦法活到明天 不知道 越戰時很多人 所以他不知道他有沒有辦法活到明天 所以他很多錢都願意花 那那個時候 後來的樂師 我們來老師他們就覺得說 哇 這樣還不錯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說 他們跟我講的 不過都已經很久了 他們就說 他就是挖洞給菲律賓人跳 因為其實那都非法的嘛 後來他們就是 透過什麼方式 因為只是聊天 透過什麼方式不知道 反正慢慢的 菲律賓人就 慢慢的沒有辦法在台中駐唱 但是因為有這個很大的動力 因為錢很好賺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就開始 去從事 翻唱西洋歌給 老美聽 那開始也出現台灣的樂師 但是後來老美走了以後 他已經黏然成為一個夜生活的文化 因為大家也知道台灣人就是 喜歡跟老外搭在一起嘛 所以就是他變成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 就是夜生活 所以那個時候就變成很熱弱的夜生活 所以一直到了80年代 到90年代的時候 是整個 台中PUB的全盛時期 那個時候 整個 到哪裡都是Live Band的PUB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想像 是他有一個小 微小的轉變 大家知道阿拉嗎 就是 就是這一間是阿拉 這是網路翻拍的這樣 阿拉那個時候 他就是在那個年代 還有阿拉帕丁 這些店 他出現了一個不一樣的狀態 就是 那個時候 剛好80年代的時候 剛好就是 所謂的Hair Metal 就是 Heavy Metal Hair Metal 這些 整個 藥商的主流文化 那他傳到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 他出現了一個不一樣的狀態 是 我不一定是我唱歌 唱你喜歡聽的歌給你聽 因為老美不見了嘛 老美不見了 所以 台灣人 也不一定都在聽西洋歌啊 你懂意思嗎 所以那個時候 他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文化是 我 唱 我想要你們 去接受的歌 但是不是創作歌喔 就是像槍與玫瑰 對不對 Skylo那一些 就是他開始唱這些 就後來的國歌啦 所謂的pop國歌 就變成說 他後來是用這種東西 來讓 就這個是很有趣的東西 那個時候因為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讓台中很多人 開始聽西洋歌 其實我有一部分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小時候 我其實也沒有接觸多 我也是接觸到 最重要的了不起就是流行的 像那個 麥克朱克森這些之類的東西 那樂團音樂 我其實也是很慢才接觸到 你說你聽香港的嗎 對不對 你有聽比漢嗎 有 有一定要聽 有一定要聽 就是我是先聽比漢 後來才 差不多同一時期才接觸 後來進去pop的這個 這個東西以後 我才開始去接觸 所以後來我們 比較偏metal 是這樣子 那台中後來也大部分是 金屬的一個城市 也是這個時代背景 對 那 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時候 就是他所謂的全盛時期 那 變成是我 來 介紹一些 西洋的給你聽 加上吉他英雄 那個年代是吉他英雄 所以就是說 他的特色就是 每一個人都很有特色 就是他吉他可以炫技 幹嘛有都沒有的 所以他在pop裡面變很帥 就類似這樣子 那 大家也覺得 哇 好看 所以 很多東西像我也是因為這個背景 所以開始接觸一些 就是 樂團的音樂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對台中很多 那時候的學生 或是年輕人 其實是 還蠻大的一個潛移默化的作用 對 那 但是後來他到了90年代中的時候 他慢慢的走 走向衰敗 因為 那個時候其實台中出現了另外一個文化 就是 disco文化 就是 就是 就是以跳舞為主的pop 但是你要了解其實 開一個pop的老闆 他很簡單 他就是要賺錢 那 什麼東西我比較簡單可以賺錢 啊 我們所謂的搖頭爸 不是disco爸 搖頭爸 認識我們叫搖頭爸 那 你去 就是電音放一放 就是大家跳舞 那 可能 他會比樂團還簡單 因為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到了 八九年代他變成 很高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樂團的駐唱 他的費用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一個樂團有很多人 所以他是一個一個人算的 那一個人算一天可能要算四小時 所以他一個晚上的費用 收入是很可觀的 所以那個時候 在樂團pop駐唱的他是很有錢的 是賺很多的 所以他可以把一些 我們老師他可以把一些時間分給我們 因為他覺得其實 反正 也賺不少 所以分一些時間讓我們去駐唱 所以那個時候就形成了一個 一個交替就是說 我們會去 我們會去代班 對 但是也因為成本的考量嘛 那慢慢的 說真的啦 那個時候就會變成 其實Live Band 我不方便說什麼團 但是像在阿拉長期駐唱的 他就會出現那個Band 我剛剛不是講說 是我要介紹歌給你們聽嗎 但是他就會出現一個 因為就是 我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他後來就出現 他們的歌就是那些歌 就是說他就一直都在演 重複在這唱那些歌曲而已 也不會再有更多的歌曲 那再加上錢非常的多 還有整個文化的改變啦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 整個營運狀態 我開搖頭霸 搖頭霸 搖頭霸其實還有 就是 就是台面下的 可觀的 數字 其實搖頭霸是比 那個 Live Band & Pop 就是 來的收入更高很多 所以就在那個時候慢慢的 整個 東西開始改變 一直到90年代中的時候 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地下樂團 他出現了 在90年代的時候出現 那他大概進行了 就是大概 他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 那他開始就是變成說 到 過了 過了四五年總會傳到台中 對不對 所以他過了還蠻大的一陣子 像就是 我剛剛講的是 台中有一陣子是 他都是重金屬的 因為他所有的pop都在call happy metal的歌曲 但是 他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老師會跟我們講說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也會想要創作 但是因為 happy metal它有一個很高的技術性的東西 我後來自己推翻了這個看法 所以 因為我剛好站在這中間 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老師那時候跟我們講的觀念就是說 你如果技術都還沒有練好 你憑什麼寫科 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時代背景 它其實阻礙了 阻礙了 阻礙了 就是整個發展 結果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面 我們原本在玩樂團的人 因為我們老師跟我們講說 就是我應該要練得很好 我們再來寫歌 所以那時候出現了另外一群人 他們就是所謂的廢人幫 大家也知道嗎 廢人幫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廢人幫那個時期就是所謂的龐克團 他們的龐克團的時候 他們就是標榜的就是說 所以大部分的人 在所謂的天龍觀點的熏陶下 你們看到的一些台灣的音樂發展史 常常都會看到說 台中盛行的是龐克 其實沒有 一直都沒有 龐克只有短短的幾年而已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寫 因為只有龐克他出過台中 在那個年代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廢人幫的行程 他的行程 他一呼百應 他們一形成他們的龐克音樂 因為他們走的就是說 你不用有太多的負擔 你只要會 你只要你敢 敢寫你就出來 結果我們所謂的地下文化 那個時候廢頭到他的鼓勞 你就出來唱 我沒什麼怕的 對不對 那歌詞可能只有兩句 他一直重複在 但是沒有關係 你就是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 他一出來後 很多年輕人 因為不用練吉他 很多年輕人 就全部都過去了 因為他有一個十大意義 我今天變成是現在最夯的東西 那我年輕人去 那我年輕人去 我覺得這個一直都存在 就是我現在就是 年輕人最大的一個 就是 大家最覺得要跟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全部一握風 全部過去 那時候龐克他們很衝 他們就是 他們那時候就是 台中沒有 台中沒有 一般POP不會給他唱 因為那時候POP是不給 那個 創作樂團 地下越好 那時候還是地下越好 一個表演的地方 但是他們很帥 他們就 就去租阿拉 那晚上 他們都租下午時段 因為晚上我們本家要做生意 所以他就去租 租阿拉 租阿拉 下午去辦 辦所謂的 廢人趴 還有早期的倉庫搖滾 廢人趴之前還有倉庫搖滾 那就會變成說 這個時代的情況下 因為年輕人的 追從 那時候因為大家沒有那麼多的旅樂 所以這個變成年輕人的新的文化 那樂團 因為樂團其實很重要就是掌聲 因為那時候他們獲得高度的掌聲的時候 龐克樂團因為他本身的精神就是比較感聰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常常去台北表演 但是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時代被指示 他們會邀請台北的那個時候地下育團下 所以他形成 廢人趴有很多 台北的地下育團參與 那所以那個時候他 他下雨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 嗯 形成一個交流 但是那個時候我講 因為訊息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 容易就傳達 所以大部分的人 在那個時候開始 都會覺得說 龐克 是 台中 就是主流的 地下的 等於地下文化的主流 所以那個時候在 九零年代 中後半的時候 就是整個廢人幫的信息 所以 那個時候 那整個 你一般如果像去看那些 一些 一些台灣的音樂的 那個搖滾的論述 大部分都會提到 廢人幫 是這個原因 但是沒有人會提到 台中的金屬這一塊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我第一次公開講 因為年紀比較大 就沒差 第一個原因就是 金屬樂他沒有 這樣子跨過 跨出去城市 沒有錯 一二你自己去發現 那些樂品 有名的樂品 沒有一個人聽金屬樂 所以他不會寫 對 所以這就是 最大的一個時代背景 那 到了九零年代末 廢人幫 他開始興起了以後 就形成了一個 那就是很大的一個轉折 整個 整個台中他的衝擊 就是變成說 我要 我要保留 就是 樂團的樂團文化 還是 開始出現 創作的地下樂團 但是那個時候 剛好 五月天出來 五月天 啊 五百先出來 五百本來也是在 樂團 他還是在唱別的歌 後來他 啊不是不是 他就一直在唱自己的歌 那 他就是覺得有一天 他可以唱自己的歌 對 所以 五百出來了 五月天出來了 那 那個時候就開始出現 因為他們有紅起來 開始出現 台灣人 就是聽音樂的這個東西 他發現 欸 也有流行樂團可以聽啊 就是說 我不是只有西洋的樂團可以聽 所以那個時候就 PUB他開始就轉型成 所謂的 後來人家在講的就是 唱法拉哥的一個店 就是PUB就開始在唱 國語流行歌 那 那個時候就違背了我們當時的精神 就對於我本身啊 就是如果 如果在翻湯自己國家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想要帶你們去聽 以金屬的背景 我要去帶你們去聽 就是比較高基數的一個音樂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這個形象不見得 對於我來講 如果我今天是為了 服務你 你想要聽五月天的歌 我會覺得我 我沒有辦法 就那個時候的感覺 這不是 這只是我個人單純的 不是他們 對 啊 所以就變成說 那個時候我就會去掙扎說 那後來我去 因為那時候我的廠牌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先成立一個 老末搖滾站 那在 1999年的時候 就是在廢人幫的 末期的時候 因為我退伍 那我先成立了一個 老末搖滾站 那那個時候他是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網路都很爛 都要 播接 對 所以播接還聽得懂 就是要播接 那所以就變成說 我那個時候是台灣 三個 三個搖滾的路口網站 那我的網站主要就是在講 金屬的東西 對 那我在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那時候大家會很珍惜 每一次的交流 那 我們 我們如果比讚 就是如果我們在講音樂的論述的時候 我們是 我們會把握每一次留言 因為那個是 那個沒有 沒有辦法即時回答 所以 我們的論述都會比較多 我們會把握每一次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垃圾話 而且很多垃圾話 所以 講到最後就 主題就偏掉了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認識了很多 朋友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覺得說 我開始就覺得說 真的要這樣嗎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去成立了一個 獨立廠牌 就是 我是中部第一家獨立廠牌 就是專門去發行 就是獨立唱片 那那個時候 在90年代末也開始 大家要從陛下樂團 轉 把這個名字改掉 轉成獨立樂團 那這兩個名字到底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 其實後來慢慢 獨立樂團就是說 我今天 我應該要靠我自己去 把自己行銷出去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的論述是 我覺得 就是 就是那個林常佐還有這樣 因為我們都是1976的 1976這一塊就是 有很多人在那個時候 剛好就在這個交界點 就你們知道的林常佐 我還有那個 1976的阿凱 還有1976的很多人 都是1976的 還有那個 頭拉谷的張國喜 對 這些都是1976的 所以就是說 那個時候 剛好有一個默契是 我們想要把它 說我們不在地下 因為 我們覺得說 如果說 有一天我們可以讓 就是自己可以讓更多人去 知道我們的東西的話 其實我們不用 就我們不用躲起來的意思啦 那我們自己也可以去 去創造出自己的一個價值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讀音樂的意思就是 今天我從 我從我的那個 從我最簡單 我組團 再來我練團 我表演 那我寫自己的歌 那最後我自己辦表演 我自己辦巡迴 其實這在國外很久了啦 只是到台灣 就是 就是比較晚 但是這樣到底地下跟 跟獨立有什麼差別 還是有一點差別 因為那個時候我講的是 他的時候 因為他最後 這個東西後來影響到後面的發展 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就是 廢人Party的時候 他一定要在下午辦 他要特地去租一間地方 租一個地方 但是 你正常人是不知道這個活動的 對啊 不是 你這樣講很奇怪 那個 就是 就是一般人是不知道這個活動的 所以他是 透過很像那種 直銷的方式 那一個傳一個這樣子 才知道這個活動的 所以你很難在檯面上去 擷取到這些訊息 但是我們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有創作的歌曲 那我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這個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後來被人幫衰敗 因為他變成 他的團數沒有再增加 但是 他的管道並沒有 就是他的聽眾也沒有變多 所以他後來就是 就是 一直重複同樣的一個東西 那年輕人你也知道 年輕人就是 你這樣會討厭我嗎 年輕人就是喜心厭舊 所以 在那個 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哇這樣好像比較沒那麼好玩 講到這個一定要補一下刀 就是那個時候 他就覺得說 那個定口機 定口機就是跳下來那種東西 就是大家從舞台上跳下去這樣子 就變成每一個活動 這變成是特定的形式 就像最近在論述佐尉錫公社一樣 你丟垃圾什麼時候變成 你一定要丟佐尉錫了 越丟越誇張 你懂我意思嗎 我之前去年幫忙一個活動啊 我還看到一個人跑去那個垃圾桶 特地跑去垃圾桶 把整袋的垃圾拿出來 分給大家 這到底在幹嘛 你懂我意思嗎 那後來那個被我搶走了 就是我覺得 他們後來其實有點流於形式 慢慢的這個 外掛的年輕人 因為你總會長大 在國外也是一樣 在龐克 龐克大部分 大部分 正常玩不了25歲啊 就是他其實 他就是一個年輕的一個過渡型 那你慢慢的長大出社會 你就比較不會玩這個東西 那後面的人就沒有接起來 所以他就開始衰敗 那那個時候我就跟 但是在這 但是那時候我很增長的兩個交叉點 就是說 我知道台北已經有Live House 在90年代末的時候 我知道台北已經有Live House 但是我並沒有那麼 還沒有意識到我要開Live House 所以那個時候 但是我又想要走 我們所謂的Indy這一塊 我們所謂的Indy這一塊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先成立場牌 那我開始辦一些活動 那我講這個東西 不是說我辦很多活動 我講這個東西的目的是 我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台中並沒有落後台北很多 中部其實沒有 我們很早就在做這件事情了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開始辦了很多音樂活動 但是 就是在以台北 還是在以台北為主 那 因為一開始還是怕是會輸 會落產 所以還是會先辦台北 那像比較語言 像這個大家知道嗎 這就是我那個時候去 這個時候很年輕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些奇怪的照片 但是那個年代都是吉他英雄 像這次就撒水安尼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喔 拍攝拍攝 我心目中他很有名 這Paul Giver 對不對 就是早期我們都在辦這些活動 Paul Giver的時候他也是辦在台中 他的演奏會辦在台中 那這是史類曲嘛 對不對 有早期我們都在辦這些演唱 這是Halloween Halloween有人知道嗎 喔 好 嗨 嗨 嗨 那那個 喔 好 那那個時候讓我最挫敗的 是叫Dirly Street Dirly Street有人知道嗎 印第大團 環標大團有沒有人知道 Dirly Street Dirly Street那個時候 我在辦Dirly Street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 因為我有一部分是辦在台北很多 那那一次 那一次我就覺得我要把 我台北的時候辦 那我台北辦在聖界 大家有聽過聖界嗎 對 聖界就是 如果你以後看到那個臨場所 你要跟他網罵緊 你就說 欸我知道聖界喔 他就覺得喔 你是內行人 那是他的第一天來報告什麼 對 後來收掉 後來改成了 那 那一次我在台北是辦在 我故意台北是辦在聖界 它是比較小的一個Live House 那 但是我台中 我把它辦在比較大的廠子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不服輸 我覺得台中應該要有 就是 不一定大廠要辦在台北 那個時候我就有這種決定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開Live House 所以我就去 接了中心堂我就辦在那邊 大家知道後來結局嗎 就是賠死 對 後來就是慘賠 對 後來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整個台中真的很麻煩 就是我想要介紹一個 自己覺得心目中還蠻不錯的一個樂團 但是 那時候台北一直罵喔 一直罵我們常白 他說你們有病喔 你大廠 你聖界一定會報 你大廠給我辦在台中 你什麼意思 你還不如台北辦兩場 就台北那個時候就一直這樣 一直罵一直罵 因為那時候 就是那個PTT永遠都是 很囂張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被罵 但是我還是堅持這樣辦 最後 慘悲還是 就被一些酸民笑這樣 但是我無所謂啦 因為 我覺得一定要嘗試 當然也是試那一場以後 從此就沒有再 沒有再這麼跟前過不去了 所以 但是那個時候 我就想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台中 就是 那個收看的人數怎麼差那麼多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 2001年 我在一個集會下 我就 就是亞麥 亞麥樂器他剛好有一個店 他 不知道要幹什麼 就是 在漢西 有人住太平的嗎 東區 不是台北東區 台中東區 台中有東區你知道嗎 台中東區都沒什麼人住了 所以 很多人不知道有東區 台中有東區 就是 我們是在東區 對 那 那個時候 他剛好就是 那個地方經營不散 但是因為 亞麥樂器算很有規模 所以 他其實 付得起那裡的租金 就直接當倉庫 他都沒差了 但是他還是覺得很可惜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 我的老師就是剛好在亞麥樂器工作 那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不然 一部分他們拿去當倉庫 另一部分 他們剛好就是 已經設計好很像酒吧的樣子 那 他請新加坡管理 新加坡人管理 很國際對不對 但是因為那新加坡人 那個老師傅就是每天 泰洛克 他每天都是喝醉 所以沒有在管這間店 所以後來 就是 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很早就把它分開了 分一個吧跟一個倉庫 所以那時候老師問我說我要不要接 但是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其實 這個東西在台中一直做不起來 或許是 我們沒有去長期經營這個 這個Live House的環境 就你平常沒有讓大家再看 看這些地下音樂 那 或是後來我們所謂的獨立音樂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有 也有這個地方 那剛好我剛剛講的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前後 我剛好有去聖街 那也有跟 Brady他們去聊聊一些東西 所以後來那個時候 我就把Live House的想法帶回台中 所以就開了腦論一帶 對 那這個地方就在東區 那 那個時候就是 以那個 欸你們 中文青應該知道這個誰吧 還是有沒有那麼 龍聰莊親的 有人知道嗎 沒有 沒人知道 龍聰莊親的也沒人知道 他是我第一代的員工 阿達隊 他是我第一代的員工 這樣子 他用廠牌就開始幫忙 幫忙我們 所以他其實很早就已經從事獨立音樂工作 但是我們早期 沒有那麼多的樂團 沒有那麼多的地下樂團 可以安排節目 所以那個時候我偶爾會去 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變成說 我偶爾會去投 這個是老外看得出來嗎 那外國朋友 我們現場外國朋友 不能這樣子 不能稱 這是外國朋友 那 就是 就是 我為了平衡 收支還是要有限時考量 所以那個時候還是會讀演唱會 就是偶爾會辦 一些 外國的節目 那另外那個時候 其實 所有的 那個時候 所有的獨立樂團 地下樂團 就是 像你們知道的 《滅火器》 應該是我們第一場開幕 來唱的 那個時候有個小沙曲 因為他那時候很窮 那胡志強那個時候推 那個時候就胡志強 幹 後來還是胡志強 哇 笑好恐怖喔 那個 那個時候胡志強推出了一個免費 施工車 那我知道 但是我不坐公車 那沒有氣 他就下來 他就問我說 欸 欸 諾哥怎麼樣比較便宜 就比較 比較花錢 我們台中有免費施工車 你就坐吧 從交流道開始坐 因為我的邏輯 台中人知道嗎 從交流道開始坐坐到東區 東區就是在後火車站 沒很遠吧 結果 我就開始看 他兩個小時才出現 兩個小時後才出現 因為他坐免費公車 所以 他從中港路開始繞 繞到藍屯 他們在繞什麼 啊 在一直繞 一直繞 一直繞 做了很久很久 才繞到東區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玩團很辛苦 但是那時候他們因為很差 所以 他們很 就是很認真 他們很早就到了 所以 後來表演也是沒有 對 只是他就說 這個我以後絕對不會再做了 那個 那個太悲啊 不過你現在問他 他應該忘記了啦 因為角度不一樣 因為我們覺得很好 很有趣 但是那個時候他只有 他們 後來那第一天看好像只有兩三個人 超慘的 就是 剛開始 還有你們的偶像蘇達綠 你知道他第一次來我店裡 看到多少人 十幾個人 對 那 就是都是在老木一代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那 但是我還是要經營下去 所以那個時候幫助我最多的 其實是外國朋友 因為 他們 他們有所謂的open jam 那open jam 那個時候 他們就說 一起 jam 大家來 和樂器帶來 那個時候 我就會開放open jam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 其實 彈出節目沒那麼多 所以 我們就會拍很多open jam 那open jam 的時候 外國朋友他們就會 一直買酒 一直喝酒 所以其實我是靠 靠賣酒 對 對我們一代是靠賣酒起來 對 那我們一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開始 很認真的去論述所謂的 地下樂團 要轉型成所謂的獨立樂團 所以 從台北開始 他們就 開始出現了 其實你們講了什麼野台什麼之類的 其實他真正紅起來 也是差不多在 就是我在我們這個時期 就所謂的2001年那個時候 他們其實早期 其實規模都很小 但是他們從2001年2000年 2001年代的時候 他才開始讀 一些大統 因為他們 就是透過這種音樂器 大型的音樂器開始 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那個 Megades Megades 是怎樣 Yola Tango 是萬一我們發音目標準嗎 對 這些 那個時候很特別 那個是 我忘了是什麼颱風 就是那個時候很扯 有一個超級大的颱風 我要從台北 隔天我要從台北開會 台中 我覺得是世界目標 整個都 那個整個叫 高速夢全都淹水 很有名的颱風 2001年的時候 應該是2001年 那時候就是從台北開始 他做一些 大型的音樂器 開始RUN 當然也台歷史 他不會講2001年 他好像是1990年就開始 只是說 比較大型的 對 對 忘了講 90年代 就是 還有一個過程 是因為我有去SUNA 他有影響到很多 因為我覺得 原來大家可以是這麼的自由 所以那個時候 這些都是影響到我 後來開Line Pulse 只是我先嘗試辦演唱會 後來再開Line Pulse 那也是因為大型音樂器 春娜那時候很紅 因為那時候連五月天都去春娜 對 所以都是萬能空下 所以那時候很紅 那變成說 慢慢的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謂的地下不見了 就算沒有獨立樂團 其實就沒有地下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一個最簡單的決定 就是說 早期你在百貨公司 你是看不到創作樂團 在2000年以前 你是看不到創作樂團 百貨公司不會讓創作樂團 這個你們可以想像嗎 但是你們現在是隨便 把握公司大型賣場 或是一些政府的活動 都會有創作樂團 但是你很難想像2000年前是沒有 因為文化的原因 沒有人要 那個文化沒有人要聽創作音樂 台北可能比較有一點 但是台北嶺以外就都沒有 那就是變成說 但是後來都有 某些層級上 我覺得沒有所謂地下 因為地下就是見光死的意思嘛 都已經都在到處的活動都有 所以地下這個東西其實就消失了 我覺得不管有沒有 那後來我因為亞脈樂器 你們可以開始慢慢去找 你們的偶像 因為有些人現在都超紅的 那後來就是變成說 我做了一年多的 勞弄以待的時候 我就開始 亞脈樂器因為 亞脈樂器因為他的那個租約到期 所以他叫我去跟原本的房東簽約 但是那個金額 對我來講負擔比較高 所以那個時候 我接受了那個 你們知道詩化小姐嗎 對 還有什麼草莓秀心 我接受了他們的提議 他們跟我講說 東海是一個人文會萃的地方 還有龍村莊清零的提議 因為他是東海大學 後來我發現其實他們只是因為他們是東海大學 他的提議就是 這是人文會萃的地方 所以 來我們東海吧 那個時候有一個獨立唱片 以前很好 很可惜啊 現在 今年收了 叫傑森唱片 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聽妹頭 他在聽金鼠樂的時代裡面 那占了很大的意義 傑森唱片那個時候很紅 他在台北 我們都衝去台北去買 買那個唱CD 他紅到來台東開分店 那傑森唱片那個時候就跟我講說 他們下面有地下室 那時候我想說 一樓 一樓是唱片啊 下面是地下室 你們知道小白杜唱片嗎 小白杜唱片早期 他就是跟聖界是開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印象我有 我就覺得說 如果台中這樣子也不錯 就是我 我有一個獨立唱片行 那 很專業的 雖然不是Indie的 但是他是妹頭 他也是可以教你聽很多音樂的唱片 那我地下室是Live House的 應該是不錯 所以我就去那邊開了 那我二代 就是大概在2003年的時候 但是我第一天去 警察就衝進來 對 因為東海的學生就報警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很快就知道 那個斯華小姐他們都吼藍的 對 所以 那個時候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不被一般的學生接受啦 對啦 其實我覺得 他們只是用一個很奇怪的 因為他們其實從來沒有下來看過我們的演出 他們只是因為我們外面的人很吵 其實後來你們聽到很多Live House 他什麼會收掉或幹嘛 其實最一開始的詞音都是 所謂的噪音問題啦 就是外面在吵下去 但我覺得吵是一部分啦 是因為你覺得那些人的裝扮 就是 可能沒有像你們現在這麼乖 現在大部分Live House 外面可能是你們這樣子 以前就我想非人幫那一塊 他們還是有後面的 接班人啦 那你就是想要外面都是那一種 旁客頭輸很高的那一種 一堆啊再抽一啊再罵來罵去 滑板在那跳來跳去那一種 所以當時的在 在我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啊 我不知道欸 你不知道有沒有這麼覺得 我覺得那個時候東海的社會相關科技 就已經衰敗了 就是 沒有啊 我覺得從那個時候好像就已經衰敗了 因為我的想法應該是覺得 真的東海是一個開放的學校 但是沒想到我們被文主的 社會系也是文主的 但是我們可能被認識什麼 語言學系的那種 討厭到爆炸 對 不是台語啦 那個時候沒有台語 你沒有台語 有什麼中文啦 還有什麼英文 這種 討厭到爆炸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撐過來了 所以 那個時候是我們的 所謂的獨立樂團的全盛時期 就是 現在一切都看不到在 小的獨立樂團空間表演的人 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會來 所以 剛剛有看出來嗎 你們有看出來 你們的偶像在哪裡嗎 張璇 張璇啊 陳生 陳生是你偶像 陳生我找不到對陳生 這個沒有人知道是誰喔 這很紅耶 青鋒 還有一個比青鋒更紅的 你們沒有看到 這是怪獸 怪獸是誰 五月天啊 我連五月天都不知道 連帶久遠 所以照片會比較難 所以你們大概知道的 所有 現在非常知名的樂團 全部都在 不是只有在我們 他全部都在 他那時候也沒有各地 只有台中跟台北 的Lifehouse 他們都會進行演出 那也是因為這一批的力量 張璇那個時候就很紅了 張璇那個時候 最好笑是我不知道他很紅 所以他來的時候我沒有準備 對我想說一個人一把吉他 是不是可以多紅 那個 排起來整個爆炸 我們那個時候創了我們的紀錄 我們那個時候 真的沒有注意 所以我們幾個 我們小小空間擠了兩百多人 就大家都不會動 那個舞台還有一半 因為他只有一個人嘛 舞台還有一半給歌迷 給歌迷做這樣子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他帶齊了整個全正時代 但是說真的啦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 所以這是我希望 最後去跟大家討論的 你們也可以給我意見 其實那個時候 Lifehouse是個養活摩的 那個時候其實台中也是買票的 很支持這些活動 對 重點是小間的店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變成說 在2003到2007的時候 我們開始的這一 就是我們擁落的二代 那後來當然這個是中間 有找的一些外國的演出 那後來我們到了2007年的時候 我們就改成浮現 因為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空間 就是我們的空間就是 有一個叫東海和平咖啡 我們那個時候也是辦 社會一體的東西 那個時候讓我 徹底對東海失望 對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辦了一個咖啡 就像現在想想這樣子 我們 所以我其實 我們這禮拜才宣傳 其實我很緊張 我很怕沒有人 對 因為在東海就是沒有人 但是 因為以前外國朋友跟我講說 為什麼會沒有人 那我 他沒辦法想像 因為在國外 在學校外面的爸 怎麼可能沒人 但是就是沒人 那時候我們還安排了很多社會議題 那我們整個咖啡館 就是做全公民貿易 我們咖啡是全公民貿易 那 那個時候 就變成我們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變成浮現 一無災的空間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 沒人 所以咖啡館後來就 就收掉 但是浮現還是在 就很可惜啊 那個時候 其實就有這樣的一個思維 在2007年的時候 到2011年左右 那 大概在應該是 因為我這個 我時間 因為我這禮拜 在忙一件事情 等一下可以聊 所以我有點沒有去查證 阿拉事件是幾年 但是我想好像是 11年這個時候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切這個點 為什麼我寫2001年 跟到2011 因為在2011的時候 出現了阿拉大火這個事件 其實我們搬來浮現的時候 節目還是很多 是咖啡館開不下去 不是浮現開不下去 就是浮現還是很多 那個時候張選啊 王洛林啊 那些都超多人 對就是整個都是秒殺 都是收啊 那個時候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 出現的那個售票系統 以前沒有售票 這個是題外話 以前沒有售票系統 以前都是現場 就是賣票 直接賣票直接進來 所以你不知道當天有多少人 所以我才說張選那個 我會嚇倒 對你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你沒有辦法做預售 因為網路沒那麼發達 也沒有人 有售票系統 但是沒有人會願意 因為一場沒有幾張票 正常啦 沒有幾張票 所以沒有人願意去 去開這種售票系統 因為這個 就會有基本的成本嘛 所以後來才有 像Indibus那類的 就是專門是樂團的售票系統 所以在2001年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阿拉大火事件 那他是徹底 整個打垮整個台中的 真的 他那個時候其實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自然現象 但是我覺得 已經過那麼多年 其實還是要很直接的 跟大家分享 其實那個時候 大家會覺得是 可能 對台中市政府很機車 他就去先抄了 先去抄了Pub 但是其實最後全抄的很大的原因 是所謂的民怨 因為電視一直塑造 就是這個很不和良的現象 那時候Pub跟Live House 很分不清楚 很難去界定 再加上同業的檢舉 但是我覺得這是人之長情 所以那時候Pub一定不爽 為什麼Bug可以開 那為什麼 那個 異國餐廳可以開 那時候很扯耶 是 扯到就是 Pub 異國餐廳 到酒吧 全部都收了 非常扯 非常誇張的一個名份 最後 去抄了迴響 迴響是 現在已經沒有了 他是另外一間Live House 去抄了迴響 那個時候我嚇到了 我覺得 整個台中 只剩下五個間店 所以我直接就關門 對 我不讓他們進來 我直接就先歇一人 因為那個太扯了 但是那個造成的後遺症 就是我現在 我也不太想開 對 但是那個時候 我就去想那個問題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有很多論述 就是很多抗議 很多那個東西 但是其實 他是沒有辦法解套的 因為他很難很難 但是我又想說 我還是想開來泡市 所以 後來我就去找了很多資料 那 想很多方法 但是真的是運氣好 那個時候就是在 那個 文化創意園區 剛好有一個倉庫 他要 他要 如果有興趣 等一下大家可以幫我 我可以再講詳細一點 就是他要釋出一個空間 但是其實 Live House會被抄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 其實我們政府很不負責任 就是我已經繳稅 我們電視又再繳稅了 我們繳稅繳了 我們繳稅繳了十幾年 但是有一天你跟我講 我的建築物不符合 那你叫我收掉 就收掉 我覺得真的很過分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只要在建築法這個東西 之上 其實大部分的電都不會過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他不接 不在於 所以他那個時候 他為什麼可以瞬間 抄掉那麼多電 他就是直接去 就是用建築法 去跟你講 你一定不符合 就算你在商業區 你也不一定符合 因為你知道嗎 你有看過人家蓋房子 你有看到學區蓋房子 蓋完 他會拆掉 再蓋一解出來 你有發現這個東西嗎 對 就是比較延長的 我知道 那都是偷機的啊 就是他先蓋一部分 那後來他先要增加平數 所以他會把 尤其是學區 等他先葉過了 他就會把一塊拆掉 再把它蓋出來 但是這就完蛋了 在等政府要找你的時候 你就是跟建築圖不符了 所以像其中有一間叫那個 忘記名字了 他就是用這種方法被 就是你 我就不跟你講嘛 你跟我講那麼多幹嘛 你跟我講你可不可以賣酒幹嘛 我根本不聽 我就建築法直接就叫你管店了 很狠啊 那個時候非常狠 所以對那個時候就整個一絕不正 但是那個時候我又在想說 這是那個時候的 我們浮現的一些照片 這個知道誰吧 對 謝謝你 終於有人看得懂 啊 這是萬方啦 欸 這個應該有吧 這嘴哥 嘴哥有人知道嗎 有齁 林強 啊 這是我 這個人跳過 好 所以那是浮現的年代 那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如果我今天一直跟政府去做這個周旋 其實是沒有結論 因為那時候他們在氣頭上 所以 他不會 認同你任何的說法 所以 就我剛剛講我建築法根本不會符了 簡單說 你說基督建築法 你就是不能在 呃 住宅區 那就幾乎都不會過了 因為台中 沒什麼商業區 商業區 只有在中區這一塊 就早期 火車站前面的商區 商業區 傳說啦 大家都去翻了 我只好知道 就在這一區 還有無七 無七那邊 無七那邊 還有一個是金錢爆 本身那一棟 對 很秋喔 旁邊都不是啊 他是商業區 對 對 就他一個人 超厲害的 那 我就沒有去 去想說我要怎麼 我想說我還是要想辦法 因為我想台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機會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用了古蹟活化 這個東西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就是 古蹟在利用 那時候那個倉庫是 建立成古蹟 那 你只要是古蹟 只要有人願意 只要有人願意簽名 你就 走音音計畫 就是說這個東西 有存在的必要 他要幹什麼事幹什麼事 只要有這個東西出來 有人簽名 你就可以開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想 所以後來就是開了 跟人家合股開了方舟 但是我剛剛講到重點 要有人簽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是在 阿拉發生之前 我就已經秀到一種 就是 不行啦 再這樣下去 每天多緊 就是多緊張幹嘛 我覺得那個太累了 我就已經 我就已經先申請 我就已經先標到 方舟這一塊 但是 標碗超衰的 標碗要開始簽合約的時候 就阿拉到 結果 沒人敢蓋章 我們這樣跑 只要跑了一點 跑那一年還是因為什麼 因為榮應台上任 他蓋章了 因為要政績 對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政治考量 因為沒有人敢蓋章 因為我是事發地阿 但是那一年你知道多恐怖嗎 那一年是連台北一起創賽 就是開始什麼地下社會關掉 什麼關掉 什麼禮物店關掉 對 就是那一年 就那一年 所以我們就 也開不了 所以我們折騰了很久 最後 那地下社會還因為榮應台 蓋我們的章 他們又去跟他再討論一次 但是還是沒辦法 因為 我們只要 酒加表演 也就是很難過 但是後來 我們是 方舟是可以酒加表演 但是我們浮現後來就變成純表演 浮現後來跟 迴響就變成純表演 沒有酒 沒有飲料不是酒 沒有飲料 那 那個時候 因為這樣子 就變得他不是飲酒作樂 所以他就會變得比較 他就比較合法 理論上算是合法 所以政府就開始 我們就度過了一個所謂的 就是風聲過後 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問題的一個那個 但是有趣的就來 我剛剛不是講 我們都很多人在抗議嗎 很多人說 樂團怎麼樣怎麼樣 他怕不可以跟我們一起站上街頭啊 結果後來你知道那些人都去幹嘛嗎 後來就開燒烤店啊 所以其實 我會覺得很遺憾的是 很多人其實 並不是為了樂團 他們只是 就是 要賺九千 就是他們 但是他們也沒有錯啦 就是 他們就是要生存而已 因為台灣很奇怪 一個酒吧這麼小的經濟規模 幹為什麼我要 我要抽你那麼高的稅金 經濟規模 就是我 一個酒吧沒有幾個人 那為什麼我要 被人家抽這個稅金 很奇怪 所以他們也只是為了生存 那為什麼開燒烤店可以 因為如果你是餐廳 小吃店 不是很多人都賣酒 如果你是以餐為主 不是以酒為主 就可以開 酒是府 為府 但是你要會有認知的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到底是誰說這是小吃店 誰說這是酒吧 要有人說算 所以燒烤店最沒爭議 因為燒烤店就是 一去前面就在烤東西給他 對 是這樣子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你注意看台中後來 那一家接一家 因為這是可以正當營酒 對 小吃店不是每個人可以做的啊 你會會炒菜啊 對啊 真正的小吃店啊 對啊 所以後來就開了方舟 那 當然他就是 那方舟他就屬於比較大型的展場這樣子 這是方舟的一些演唱會的畫面 像這個應該就知道了 這弘介 對啊 啊 後來也 哦 對 那後來就會有主流的加入 就是我們變成大型展場的時候 就變成主流回歸成Live House的演出 因為這個過程很有趣就是 以前不是唱片公司是高高在上 他們不在小間的店表演的 對 但是後來發現唱片不會賣 對 Live比較好經營 所以 反而變成 唱片公司開始在跑 所以Legacy 看到一堆歌星在唱 對 但是這個現象其實間接也是造成的 我自己覺得啦 他間接也是造成一些翻唱的店 他沒有意義的存在 因為 歌星自己都在唱 所以你其實 我都看本尊了嘛 所以其實我不需要再看那些 唱片 就是 宇宙人 也算主流嘛 對不對 這是831嘛 Magic Power 威力安 所以這都是後來就是變成 反而明星 就這個 因為時間有限啦 其實這個很有趣啦 就是 本來是這樣嘛 後來他們慢慢 這種 越來越模糊 所以地上地下 整個變成 已經沒有了 因為以前Live House是所謂的 地下樂團 獨立樂團會去的地方 這些人是不會去的 那你們剛剛看了張玄 但是他還沒有出名的時候去的 對 但是後來 歌星也開始走這一塊 好像這個必書鏡嘛 對 就這類的 後來 滅火器就變紅了 這個 棉花糖嗎 蛤 蛤 那個 這個棉花糖嗎 對不對 王若林嗎 我發現陳偉廷出現很多次 後來也有國際的藝人 一樣一直都有國際的藝人在Live House交流 對 好 那 最後就提到說 其實 如果有興趣等一下再問 那就是反正 在這個同時的進行之間 後來我們就 就也承辦了搖滾台中 那它是一個免費的音樂活動 那 為什麼特地提搖滾台中是因為 其實後來 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個 因為現在大家就講說 一定要付費 幹嘛有的沒有的 但是你要了解 因為去年我們有做一系列的講座 如果大家有知道山海圖音樂節的話 那 它 是比較倒楣啦 不然其實它 因為被天氣影響 不然它其實是 它至少賣了 六七千張的門票 算是一個很成功的音樂季 那 它跟我們在做做談會的時候 其實他們明確的去講 其實搖滾台中影響了他們 怎麼去找節目 因為在搖滾台中一個免費的音樂活動裡面 他們找到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台中一直都是聽 當然現在不一定 因為我現在講的是 大概到去年跟前年的事情 就是說 台中大部分都是聽 叩團金屬這一塊的小朋友 所以它就是 把整個音樂界的方向 砸向那個東西 就是比率上 會掏腰包的 結果它成功 對 只是後來是因為被天氣打敗了 是比較倒楣 但是它形式上它的活動是成功的 所以我一直不覺得 我覺得這個論述等一下可以討論 就是我一直不覺得 一連一次的免費音樂活動 它可以影響到整個台中環境什麼 我反而覺得說 其實最大最大的原因是 剛剛有一個朋友說 他希望是帶朋友去看表演 或是說跟朋友一起去買票看表演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 就是你們自己本身 除了去大間的 Live House看活動的話 你們會不會去小間的Live House看表演 這比較重要 就是沒有名的你們會不會看 我覺得這文化是最重要 當然另外一個是政府法令的問題 因為小間的Live House 簡單說就是我覺得 小間Live House在這個城市 佔了一個很 你會不會 我反而覺得小間Live House 才是在這個城市佔了會不會養成 你買票看表演習慣的一個那個 因為大間他就是比較有名的才會去 因為正常人不會去 因為沒有那麼多人幹嘛去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沒有支持聽樂團的文化 你要把它怪罪於一連一度的免費活動 或是說政府辦了很多流行的免費活動 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遙遠了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你自己的朋友 除了你們以外 你自己的朋友 他自己本身有沒有很有意願去聽一個 他完全沒有聽過的樂團的活動 這節目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看高雄 為什麼後來居上 高雄很多小間Live House 對啊 那所以我常常有一個想法 就是如果今天 就是浮現本身是我的 房子是我的 那音響器材 我已經很早就已經查下去了 所以理論上 我的開店的成本很低 但是如果今天我 我如果連浮現都不想開 我現在浮現一個月只有一場節目 我如果連浮現都不想開的時候 那是這個台中的問題 還是我浮現的問題 就是我成本很低 但是我沒有節目 我沒有 啊剛剛講的另外一個重點是 沒有樂團booking 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浮現booking的所有的樂團 都是外地團 台中自己本地樂團都不報名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整個看團 跟玩團心態的問題 對 我覺得真的不是因為 過多的免費活動去影響什麼 如果這樣子的話 三來屯根本就不會賣票 他票會賣不動 對 因為都紅性質的啊 那為什麼可以賣那麼多張 因為理論上你們看到 應該是不同性質的 才會引起你更多人想買 對啊 這就是搖滾台中的畫面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快轉了 那後來我今年最新的就是 我們希望做的是 我們成立了一個新的品牌 叫No Fear 我回到 十年前的想法 就變成十幾年前的想法 我開始又回去做一些演唱會 我在台北辦演唱會 我在台北辦演唱會 因為我覺得 某方面來講 我對台中的環境是失望的 但是你也可以怪我說 為什麼我還在辦免費活動 但是如果我們永遠都這樣僵持下去的話 這是無解的 對 簡單說就是我在台中 目前就是 除了LiveWayhouse以外 我辦的音樂機是免費的 但是我在台北 我辦很多售票的活動 這是去年的無懼 無懼業界 其實票碼沒有獨通而已 就是我跑 反而我跑去台北辦了很多 大型的專堂 大家知道SPAIR嗎 不知道 好 在日本很紅 好 就是 就是 就辦很多 還有 這些活動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讓大家去省實的啦 就是說 為什麼最後我會做這個決定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老諾 非常精采的分享 剛剛提到 其實提到我們現在比較 後來當然比較 稍微沉重一點 提到這個整個 台中在地的音樂 這方面 比如LiveWayhouse的這些 沒落 或被 被政府的法令或政策 給限制住了這個問題 那 其實我覺得今天應該要找瑞全來主持在這裡 我們想想的老闆齁 就是張瑞全 那也是 他也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獨立音樂人 那 其實我覺得 我發覺我們在台中 這個文化的元素一直都有 因為我們一直有很好的人 比如像瑞全或老闆 這樣的人在台中 這邊在農林 那 剛剛其實提到那個免費的問題 我覺得 剛好有一個東西 也可以 回過來 我剛好思考到一個 其實 不管是音樂 或者包含 大家可能會注意到 這幾年台灣的出版業 其實也在走下坡 在沒落 很多人就講說 出版業呢 這個為什麼沒有人買書呢 然後是因為電子書的崛起 老實說這個歸音 我也就覺得有兩個人 重點的歸音 是大家不看書 而不是電子書的崛起 那 可能還包含了 提到這個免費的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一開場 我也告訴大家 折舞這個活動 它也是一個免費的活動 那 像我們在台中也 陸陸續續有許許多多的活動 不管是音樂性質 像 或像我們這樣討論的 公共論壇的性質 各式各樣的 免費活動都有 然後 可能 其實也常常有人問我們 折舞說 欸你們都沒收錢 這樣趕過了 對 那其實我覺得一個很重要 我們讓這個知識的門檻 降到最低 然後 讓所有人可以參與 因為我們如果連這個 真的從經濟市場的概念來看 你如果連市場自己都不去做大的話 然後 第一件事我先想說怎麼賺錢 那可能我們永遠不會做成 可是像折舞 每個禮拜都堅持一定會有一場 你有沒有發覺 從折舞2014年到現在2016年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 就是除了這種過年 沒有這種休假以外 或者遇到比如說颱風 剛好遇到一次颱風 然後剛好那個禮拜就連市取消 不過其實我們就是每個禮拜半 每個禮拜不管人多人少 你就會堅持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讓台中的市民會知道說 至少他們知道說 台中中區的某一個地方 他們每個禮拜五晚上 再堅持做一件事情 不管那個議題他有沒有興趣 總會有對於那個禮拜 有議題有興趣的人 會來到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持續下去 那同樣我覺得音樂也是 不是只有大型的商業性的活動 大家才來 如果我們願意相信說 小型的持續性的堅持下去 比如像你提到 雖然你提到東台那個 我很有意見 因為我是東台的校園 然後又提到東台社會 因為我是東台社會科學 我也知道 所以我們是跟他提 其實我覺得東台的氣息還是非常自由 在東台開店還是很好的 我覺得東台社會搬走我就崩潰了 好 題外話 其實東台還是很有的文書 那其實我覺得說 那我現在要說什麼 不知道 我現在要說什麼 讓你這個東台負責我怎麼說 那不過我覺得 我現在暫時在這裡打住 也就是我現在先開放 讓大家來做一些 你有問題想要提問 你覺得說 你的看法也很好 你要提一些你的看法 瑞雪你要不要講一下 來 當專業 謝謝老諾 你那一個人在想想 這個其實我很感謝 然後其實我們經歷同一個 你剛剛講的這些 都同一個歷史 對對對 我覺得都好像利益在目 那其實 不管是老諾 我覺得老諾他辦的 這種所謂免費的大型的 一個活動 或是責務 其實我 包括我現在 我自己在經營這家店 我覺得 免費這件事情 我覺得 常常 大家會覺得 免費參加一個活動 很開心 很爽 不用錢 但其實 沒有什麼叫做免費的 說實在的 這個免費 意思只是說 你今天能夠坐在這邊 免費聽到一場很好的演講 聽到一場很好的音樂會 聽到一個 參與一個很好的活動 這個費用 只能說是有人幫你出了啦 不是說免費 像哲武 他們拼死拼苦幫你出了 老諾 他們拼死拼苦 出錢 請樂團來 這個都買要錢 哪有那種免費的事情 所以意思應該是說 我覺得那個想法應該是說 我們這些粗淺的人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達到什麼樣的影響力 藉由各位每一個種子 去擴散開來 所以其實大家 這種辦活動真的是佛心來著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偉大 簡單說 簡單說講到最小的 這個空間 不用錢嗎 沒有 這個租金很貴的 但是為什麼可以讓你免費坐在這邊 就是我們對你有期望 對不對 哲武對你們有期望 對不對 我們希望把這個想法擴散 很多很多的想法 藉由你們每一位去擴散開來 所以包括音樂也是 我覺得音樂 我們有 我們想要推廣的音樂 我們想要讓人家聽到的音樂 那這些音樂 對我們來講 影響我們很多 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也希望可以改變你們的生命 所以 yeah 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一些 我們都還是堂級科的 老實說 但終究是希望 可以改變一些什麼 那一起來改變 而不是說只有我們在這邊做 是大家一起來 我覺得這個 我們都是抱著那個夢想的 所以 yeah 大家一起來吧 來發問吧 我覺得重點是 今天重點主角在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 就歡迎大家發問 關於樂團的啊 或是 對 先收集三個問題 對 來 後面那邊 你可以嗎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上面寫說 要問台中 是從 就是到 那個是不是有到 2.25而已 這意思是說 就是我只能看到訊息是說 今年人家會有一些改動 那 想請問一下 要問台中是不是會 繼續市區的換家區 還是會更改行車 或者是就是 就施打軍這樣子 然後 如果說有改變的話 大家會 朝來的方向前進 我想 對於台中的理論環境 在哪 什麼樣的影響 等一下等一下有太早的 只是還是想 請問一下 謝謝 好 還有兩 再兩 兩個好不好 這邊也有 謝謝 謝謝 我想要知道一下 是不是在現在 資訊範圍已經跟以前 差非常非常多了 那這樣的情況下 接下來未來可能 就是只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然後大家可能會 開不愧吧 因為你就有了一切 但你也等於沒有一切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怎麼樣影響 就是在地的音樂形勢 的發展 或者是說 這些 怎麼來不好的經營 還是什麼 對 謝謝 還有嗎 還有嗎 這裡 這裡先 就是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獨立音樂 然後就是我一直很好奇 就是獨立音樂的就是 可能大家的想法 就是怎麼樣 就是像我個人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他們不會就是討好觀眾 就是寫他們自己的故事 或密集 不知道自己 那可是有一些就是歌手 他們也會就是自己創作 可是他們可能會隸屬於就是 比較大的就是音樂功夫這樣子 那這樣子 也算是獨立的一種 等一下 因為還有一個 前面三個都記得下來 他都忘記了 好好好 稍等一下請你再請問一遍 來 最後一個 你好 想要請問一下 剛剛老諾分享的時候 有提到 台中的樂團 都不再無限也出 或者是不支持本地的Live House 這樣 那 作為一個音樂教育者 就是 有沒有 老諾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 就是想要告訴學生 以及玩音樂的朋友們 有怎樣的建議或想法 然後再補充一個 你有考慮在Live House前面賣燒烤嗎 你先 你再講一次 好 那你先回答 那個 雅火台中一直到 這禮拜 到這禮拜 確定他會再辦 就是還要標 但是 有什麼變換也不知道 因為他是正部標案 對 但是 我在這邊先通了好了 我們八月底 我們自己會辦一場 對 在日本文化劇場 八月二七二八 對 因為我 我原本以為 雅火台中 不會 不會有 對 我原本也是這樣講 所以我們自己也有 想辦法去做一場 對 但是還是 有部分還是會跟政府結合 因為 場地都這麼大 所以還是會有些互動 對 但重點是原本的雅火台中 他還是有 對 只是細節還是要等公布 才知道 對 那 那個 我覺得 獨立這件事 你問得很好 其實他 經過了十幾年 他的價值觀已經扭曲了 我是說真的 就是說 以前我們會 很希望說 我們自己有個性 我們自己會 會想要那個 但是你需要去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如果去看草東沒有派對 他可以紅多久 我們只會紅 就是說 常常都收到 他還是不能當數據 剛剛觀察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 他到底會收到多久 還會值 但是如果在草東以前 你們繼續想 這十年來 到底有哪個團 是團領十年以內的 到底有哪個團 可以北中人收好 其實沒有 對啊 應該是沒有 團領十年內 那這個現象在於什麼 因為其實是 我覺得後來大家可能 有可能大家其實是怕 就是說 我玩樂團的人 沒有 沒有掌握 那我最後還是想要 因為我們太強調 我覺得是我們這一代 太去強調 獨立樂團 你要靠自己 你要自己去行銷 你要自己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太去強調了 所以 變成大家後來 會想辦法 要把票球賣完的時候 他慢慢的其實他會改變 他會改變 迎合市場 所以我說實在話 我覺得台中 尤其是台中很明顯 就是說 這個市場很明顯 就變成說 贏者全哪 小劍來跑什麼 沒有人要看 因為他不是一個有名的節目 所以沒有人要看 那 有名的節目是這些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會從那個方向去 去玩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他一陣子一陣子 就是同樣的 某個樂風會很燙 因為大家覺得 我是這樣 我覺得 這個才有機會 因為我們太去強調 獨立樂團 但是我們沒有強調獨立思考 對 因為你最後應該回到 你自己想要玩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已經很遙遠了 我覺得這已經 不知道我自己本身是悲觀 我覺得這已經拉不回來 因為你不能阻止人家去煌啊 你不能阻止人家想煌啊 很奇怪 對 我覺得這個 東西非常奇怪 那 再來這個 這個先生說的那個 我去唱來幫浩子其實 呃 我說良心話啦 就是其實我們 在三四年前 我們有 很想要去 去培育樂團 但是我覺得已經形成了一個 世代的隔閡 但是有一部分是因為 我們自己是同業者 我覺得 所以他們對於我們的 看法 會有偏頗 就是像說 我會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 我們在帶樂團的時候 我們會跟他講說 你會 你應該要先從小金人來House 開始唱 那你有人看 再去唱大街 大家知道這個原因嗎 因為沒有一個人 一開始可以hold一千人的場地 那如果你連一百人場地 都做不好看 你覺得你去一百人放在方舟可以看嗎 你覺得你的活動會 你根本就只是在 在騙你朋友的錢而已喔 所以 但是問題是 我們提出這個想法 以前的樂團不懂 但是後來樂團其實不太懂 他會覺得說 我有大家的片唱 我為什麼唱 但是你沒有想過 你會越唱越少人 因為你節目不好看 那以前為什麼會覺得 很有趣 因為其實在像福縣 你只要有三十個人 大家就玩一個人很開心 那玩一個人很開心的時候 觀眾是不是很爽 那很爽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下次一定要再來看 這才是重點 不是你每一次在拜託朋友買票 朋友說 哇 又要買票啊 第一次個人是 哇 精力相挺這樣 第二次個人都紅 然後後來就開始跟你講 我今天可能有事 然後你就看他打卡 在吃 吃打餐這樣 然後你就覺得很刺激 那問題是你在生什麼氣 但是問題是 我們在做這個 我們很累的地方 是我們在做這個 培育的過程中 因為你們現在的年輕人 你們自己會有很多 你們自己要跟自己去對抗 因為我知道你們有很多 自己獨立思考的事情 但是你也不能全部 有經驗的講都不聽 你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你不能覺得 用你自己的判斷去說 因為我是福縣老闆 所以我不讓你去回想唱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 福縣塞滿是一百多個人 一張票我只拆到一百多塊 簡單說一百個人 我只拆到一萬多塊 我為了一萬多塊 去阻止你 去封殺你 我要幹什麼 你沒 就是團你自己本身沒那麼偉大 還是 可能你們比較年輕 覺得一萬多塊有什麼 但是我們 真的那個 真的沒有什麼 但是你怎麼會把他無限擴大成 這個 這個我第一次公開講 因為這欠人到月總自己本身 本身 本身 但是其實有些人是這種心態的 那 因為有一個數據可以顯示後來的 結果 就是我們三年前 我們決定不做這一塊 我們不做培育這一塊 被動了 也不是說不做啦 被動了 其實你們現在聽到的台中團 都沒有啊 比較挺過的 團名至少到三年以上 等於這三年其實是空轉 台中沒有一個月都是出去的 因為最後就會開始表演沒人看 沒人看的時候 你憑什麼去外地 那後來沒人看的時候 再來又出現團員間吵架 這是一定的 為什麼你票賣那麼少 為什麼他票賣那麼少 那慢慢的 這是真的很現實 其實選一個問題啊 其實一般大部分都會耍官家 但是我覺得 竟然 提出來說 沒有必要 就是講真正話 所以這三年 你就去看 你只要聽過台中團 幾乎都三年團員以上 自己同學不算啊 拜託我認真不算 對 更不要想去外地表演 這是很嚴重問題 如果月團自己本身 沒有辦法看清這一點 就剛剛我講的一個 很恐怖的東西就是 你不要管浮線到底有沒有開啊 你不用管啊 人家台北的東西照問 但是沒有台中訪問啊 沒有台中訪問啊 但原因是什麼 其實是 中間還有一個過程是 回想來在的時候 其實台中有四家來泡市 但是我必須跟你講明白的是 那個時候 剛剛少講這一段 那個本來不講 其實那個時候是功過於窮 所以那個時候還有人在論述說 萊普浩斯在台灣 台中死掉了 其實沒有 萊普浩斯在台中的節目 根本不會買 根本沒有買過 所以沒有買過 所以我還是要拍節目啊 對不對 但這個間接就造成了 我覺得這是人知場景 間接又造成了樂團 覺得我都去大間的可以表演 我幹嘛去小間 但這習慣的樣子 現在收掉以後沒有 對 那當然還有一些 知知解解 像說 學生的懲罰啊 學生的懲罰付得起場租啊 結果樂團付得起 之類的 那你高中的時候 你就 就在唱大舞台了 那我想要 我其實還反而想要問 欸有去辦 之後辦過懲罰的 剛剛是說 那你會去想要唱小間的電話嗎 我覺得會 對齁 那你有 你有前途 因為不一樣 不要覺得自己站上一個 大的舞台以後 就去親自一些小的舞台 因為大舞台其實不真實 因為小的舞台 大概是跟很多人會緊接的 對 大概這樣 那這位同學 不好意思 外面 開了 開了 好 沒有 我剛剛的問題是 就是 因為從以前說 譬如說 被人幫他們是 就是 covert相傳出去 然後我們來 做一個這樣 那 現在就是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一直 變多 傳播其實變得很容易 這樣 那這件事 走到未來之後 你覺得他對 這樣的形式的經驗 的影響是什麼 或者是 你覺得 他 譬如說以前可能 call我相傳 所以我覺得 喔 我跟你是 我覺得你會請 我才會跟你講 這樣 那現在資訊很容易流到一般的 就是譬如說 其他人 就是他可能 沒有什麼反應 但他會看到這種訊息 那 這樣的 情況下 對這件事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很難 我怕我忘記 那個 其實講得很重要 其實現在是 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 今天應該 大部分 都 不認識我吧 不認識 應該是 那很好 就是 我覺得是 應該要這樣子 就是 你們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今天 你自己本身 因為你現在資訊爆炸 很多團 就像你講一樣 他就是被淹沒 你根本連看都不會想看他 但是你也不要 既然你們都會有意願自己 單獨來去參加 折舞這樣的活動 既然 你們都不會想要去 大人咖啡廳 去翻 假裝翻 瑞魯老師 寧願去付那裡的網路費 既然你們都不會做這種事 願意來一些 努力咖啡店 我覺得這就是 你們要去 這等一下我最後 一個Ending 我去講 就是你們一定要試圖去影響到你的朋友 就是 不要每一次 就是人家聽什麼 你就跟著聽 那就是跟我們以前流行的時代 沒有兩樣 先 就我剛剛講的一個很重要 現在連流行歌手 他都不走電視啊 他都走賴福啊 他走回我們這個直銷這一套 我們其實我後面叫直銷嘛 剛剛講 就他們也走回這一套了 對他來講超爽的啊 辦個簽章位還可以收錢 以前辦簽章位去百貨公司 還要付百貨公司錢 他現在 他這個只是簽章位啊 他辦這個簽章位 他還給名證嚴肅 學著我們說什麼獨立樂團精神 買票精神 結果他還可以 因為唱片公司有宣傳預算嘛 但是他有宣傳預算 他本來就是 以前是辦百貨公司 但他現在是辦在 Live House 他還給邊收錢 每一次都是新歌包 不是嗎 新專輯的巡迴 只要對他來講哪有不好 對啊 但是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有些時候 你們會漏掉真正的音樂 對 但是人家台北可以啊 為什麼 台中不行 而且 明明就今天也有很多人 不是走真正所謂的 我所謂的主流來管 就其實 獨立音樂圈也有主流 就是他直接有出現主流現象 跟非主流現象 你一定要堅持自己喜歡聽的音樂 不要覺得 朋友只聽什麼 那有一天你要變成說 我今天只要聽什麼 我今天想要聽龐克 我管 或是說我今天只要去來包 想要去來包 我管今天什麼節目 應該要做什麼 不然 不然沒有用 不然其實 一直在論述 免費不免費 我覺得 那個都太有氣了 因為他論述不完 因為誰講的 你講的也有道理 我講的也有道理 但是你從來沒有改變過 對啊 那還有什麼問題 呃 這邊還有一位 那我們就這兩位最後 好不好 老師你好 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你對於就是很多 可能有一點 一段私利的 團 然後團員 現在都去做教學這件事情 有什麼看法 對 就是因為 對於大朋友 在那裡 我想要繼續 剛剛那個解決的問題 就是 這個我一直想很久 就是先不要講團 那個訴訟好了 就是 就是強調鼓勵的這一塊 我舉個例子 像是我很愛的何韻詩 然後就是 他剛開始是主流的 心臟大賽出來的 所以他也被唱片公司簽了 所以他在定義上 好像會比較主流 樂團可是 他的曲風是非主流 然後在那個2014年的 香港瑜伽運動之後 他就 就是 和他的公司簽了 然後就是 然後可是 我支持他 可是他一直自稱說 我現在是獨立歌手 可是 應該說 原本很多他的粉絲 就是他並沒有流失掉他們 然後 然後還是 就是 他的 他也是跟那個 主流音樂圈的音樂人 就是 混得很熟 可是 他現在就是因為 他是自己做音樂 而不是 那個 那個 跟唱片公司 所以他都自成果 是獨立歌手 可是在他 以前做的很多音樂 都是很多是非主流的東西 像是 就是老實在是 統計念議題 然後或者是 他在2008年做了一張唱片 是那個 十日談 是有關精神病院的 精神病院的 然後 我覺得這很非主流 那到底什麼才叫 就是獨立 然後我想順便問一下 獨立跟非主流的差別 到底在哪裡 謝謝 好 那我先回答那個同學 那個 台中的話 我覺得 如果他不會因為這樣 就不表演 我覺得OK啦 因為其實台中可以靠 音樂賺錢已經很難了 因為台中音樂相關的很少 除了教學其實也沒什麼其他的 因為像音樂工程那些 其實工作機會太少了 那外面的影響 那些都不是音樂 都不是搖滾圈的人在做 那是別 不要準確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他是為了玩樂團 那他去再教學 我覺得這是 這是沒有什麼衝突 對 同學講到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問題 我剛剛少 我不知道我的助理 為什麼少放了 那一張照片 其實有一天 那個 香港人跑去那個東海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陸名 那個 東海和平咖啡 叫他跑下來 跑過來看 咖啡館 那他就問說 欸怎麼今天這麼多人 那下面是什麼 當然在講粵語 那我們就說下面是何韻師 他說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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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麼誇張嗎 對 在浮現 對 那個時候就是 一百多人 那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要強調 他想強調應該是 他的獨立 思考沒有配 因為我剛剛講 其實這東西是模糊 那如果你今天已經被阻流 如果這樣講他 他們不知道會有意見 其實 內體質化 對 其實蘇打率 原本都是自己的 那 我曾經很久很久以前 十一五六年前 我有提過 我們廠牌給他們 那同一個時間 林維哲就問他們 但是他後來 他們是選擇了林維哲 因為林維哲 要幫他們交成 怎麼樣 是可以變成 大團 對 所以這個東西 你覺得獨不獨立 我覺得 這已經變得很難去 論述了 因為他某方面 他是靠自己決定 要做這件事情 那 他賣很多唱片 到底有沒有錯 這個好像也很奇怪 但是我想要講的 最重要的一點 是 台灣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你是應該 某方面要挺多意思的 投影師做的事情是很正常的 全世界 我自己知道的 很多其他國家也不知道 比較自由的國家 其實我知道的 主流樂團 搖滾樂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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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明就是社會邊緣的 闖入的東西 他只不過把你們 那我剛剛講的 他不小心變成了 邦舟民那些變成了主流 所以才開始變得這麼多人 能聽 傳到世界來 那 還有 黑暗麵團 還有那個什麼 但是問題是 你自己看這些團 還有YouTube這些團 他們有沒有寫社會議題嗎 他們沒有 沒寫社會議題啊 他們從頭到尾都沒寫 沒有不寫社會議題啊 是只有台灣才一直在教導你們 他們也要政治歸政治 什麼音樂歸 你們都到這裡寫在口上 政治是管理重點的是 我們到處都是政治考量 怎麼會是這個東西 重點是搖滾樂 從來都沒有放棄社會議題 只有台灣是這樣子 這麼的 就是你上了主流以後 你說 這我不該趕破 你有看五月天進去講的時候 他也有出現了木耳 就是他後面不是一直噴那個 噴一些自由藥 對啊 他們就是說他們有這個東西 但是你真的問他 他還是不敢講 就是說 很奇怪 他會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就是 而且 一個樂團的成功 他本來就應該要有社會責任 因為他不是你們這麼多人支持他 他才會變紅 那如果今天 一個水溝污染了 如果你今天紅到整個台灣都認識了 那你直接讀到的就是你的歌迷 不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能講 你為什麼不能講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聊這個 因為我們台中很早以前 我們就像我們跟他們合作 我們最早第一張 就是跟國際特色組織有做人權先言 台中有做一系列的困擾起立 就是在講反社會議題 我們反國光實話 反正讓台中樂團去衝作這些議題 但是 有一次最好笑的是 我們在 我們在反國光實話的時候 做了兩張 一張叫反國光實話 一張叫羅水K出事情 就是在講搶救派案 那一次最好笑 我們在反國光實話的時候 沒有任何外地的樂團願意參加 幾乎零 結果改成 只有改成搶救白癌圖的時候 一些有名的就跳出來了 我都搞不懂為什麼 不是同樣的議題嗎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討論說怎麼辦 後來就是跟張旺黃某 討論 我們就改成搶救白癌圖 結果還出現那個十萬人在跑步 白癌圖跑步 結果這個社會實在是 怎麼搶救一個白癌圖 結果變成 我明明在搶救人 怎麼會變成 白癌圖的重量 當然都一樣重要 但是就是這個 真的很掉腿 這個邏輯真的很掉腿 所以 我覺得看古利斯卡 沒有錯 但是也不一定說 他做的事情全對 只是我覺得 只要是我們講的 應該是忠於自己的想法 我不是被改變 但是不能全部都是 沒有所謂的社會議題的這種思維 沒有政治立場 我覺得不太可能 那 最後 最後 好 最後我做的 你們有沒有想要換個影片 剛剛你們在想 我覺得我希望透過每一個活動 可以去論述 當然有一點點時間 可能是八分鐘 最後不好意思 好 那 大家都一直在講 我覺得你們不用去被 很多樂評交換 就是說 要永遠可以改變世界 音樂可以改變世界 你共產品也知道 好不好 這樣一次他來則我 我還有來 因為我覺得 有些東西很遙遠 那我擔心是大家 因為看到這個東西很大的目標 你就已經 你就已經先放棄了 我覺得其實你就去當一個很簡單的 做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我相信改變 你要改 影響的身邊的人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影響你身邊的人就好 不要想那麼多 那你慢慢的影響 其實 如果現在每一個人都去影響身邊的人 把我們今天的想法轉進去 這個世界就會改變 但是如果你一個人每一天都會想說 幹我要改變世界 愛迪生啊 對 愛迪生不是因為要賺錢才 才這樣子做 所以我最後播一個影片就是 我們上禮拜天有一個日本人來台中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裡面當然有一個熊本人 那他的地震 他希望就是我們一起一起 集體創作一首歌曲 那送給熊本去打氣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但是這樣有點感 而且我覺得音樂 我就說 唱一首歌 你為什麼會想要唱這個歌 他跟我講的就是我剛剛講的東西 他覺得說 我們就用我們自己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你就用你現在的方式去 關懷這個世界就好了 那我們是音樂人 那我們就是會寫歌吧 那我們就透過音樂 我們不要想那麼多 那後來也影響到一些 就是 後來有中國的加入 還有韓國人 那所以就 我們只有用了五個小時 就把這首歌曲錄出來了 那 那後來也很多 陸續支持的一些樂迷朋友 他們後來是舉牌的 那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正能量 所以我覺得 不要想太多了 對 所以我想說 其實剛剛雖然提到那個政治規政治音樂 其實也不用太會心 因為我覺得 這幾年台灣的 藝文界 越來越多人敢勇於表態這件事 也越來越多人 老實說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以音樂來接入社會 或以藝文來接入社會 其實台灣也正在罷聲 所以不要太會心 不然 不然你怎麼去對抗那些 以制度來接入音樂的人 或者是以這個 政治來接入音樂的人 比如說像 昌清遠一樣蝴蝶夢這種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大家不要太會心 我補充一句話 就好像講到重點 我想到那個玄雲那一天 我每天 其實我不是只有這樣跟你們講 我每天遇到我的玄雲 我就是照三餐這樣講 結果有一天玄雲那一天 因為我後來 我小朋友很小 那後來那個時候小朋友 因為顧小朋友就是會睡著 那 對 很容易就很累 那 後來 當天早上我開電視 我的玄雲衝進去了 其實第一批都不是沒有氣 都是沒有我的願望 對 那我就覺得 我做到該做的事情 因為 他們就沒有是因為我 啊 我們以前去反那個 什麼時候都在講 拜託 拜託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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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改變 所以你們是應該還是OK的 最後就讓這首歌 當你們的音樂 你們可以視力比較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歌詞 我們可以做的事 今私に 你能夠的愛 我可以做的愛 我可以做的愛 有一天早上起來 開機電視看到新聞 雖然是無間的國家 我知道心中非常定義 我心裡三出心中的愛 三個永遠的一個國家 用人家來增加紛亂 延遲都非 in this world 何ができるのかと はがるさを覚え 不安に不安を重ねて心を痛めないで 君が出した答えは 決して大きい小さいじゃなくて ただ一人の力が どうしても守りたい一人の力 今ここから できることを 今あなたに できることを 今ここから できることを 今私に できる愛を 自死的我 未能 留在你的身旁 你伸出双手 決定不能 抱近你肩膀 有なんだもん 未遺痍 雖然已被命運 用の如今の過去 所以 我 不能 停下 想等待我 何人而去 嬉しいはずのメールオン 鳴る度に身体が痺れてる 同じように張り詰めた緊張感 少しでも早く誇ろうよ 今ここからできることを 今あなたにできることを 今ここからできることを 今私にできる愛を 桜木雀亭 この瞬間は 準確に文化ロジー 日本方深渊 日本方深複 日本方深で 正確に文化ロジー 桜木雀讓高輝 oh... 必須將會一次往 春は洋風の空 君と私の未来へ 天氣 朝早 風和 天草 乳湖 如由 積得 穩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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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照亮哦 千丁著作 感覚澄ます 心中に 年を重ねて語り明かす 目には映らぬ 愛しい言霊 この連鎖 日々ありがとう 君のstory 語り始まり あの頃も今も変わらん丸虫 失くした者よりそばにあるから 行こう このまま 今ここからできることを 今あなたにできることを 今ここからできることを 今我自身 できる愛を 今我唯一聖闊い 做得到的事 今你恋愛 做得到的事 今你恋愛 做得到的事 今我恋愛 今我愛のため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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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喜欢听到你 温暖的心叫声 如若能遇见你 那坚强的笑容 我愿证明世界 爱彼此拥有着 LalalaLalala Native s-lo-IS no 数を超えるもの 世界で祈り浮く人の数 海を越えて fash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用這麼多的時間來聽這場 就有興趣了 那我最後稍微做一點預告 下個禮拜我們折舞一樣 七點半會在這邊 那下禮拜我們要談的主題 又稍微演出一點 我們下禮拜要談一個 要談經濟問題 談的是拚誰的經濟 要建構一個公平經濟的新難度 那我們會邀請到 在台灣老公政縣的朋友 會來分享說 那關於社會經濟的部分 我們如何去追求一個更公平的 一個經濟制度 尤其現在新政府準備上台 那我們如何來看待新上台的政府 那他在經濟政策的話 如何達到更公平 分配更正義的一個社會經濟 那所以下禮拜七點半 歡迎大家同一個時間來到 想想任何空間這個地方 來參加我們的職務 謝謝大家